本台消息 春节前夕 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看望了江泽民、胡锦涛、朱镕基、李瑞环、吴邦国、温家宝、贾庆林、张德江、于正生、宋平、李兰青、曾庆红、吴关正、李长春、罗干、贺国强、 刘云山、张高丽、和田济云、池浩田、江春云、王乐泉、王兆国、回良玉、刘奇、吴怡、曹刚川、曾培炎、王刚、刘延东、李源潮、马凯、李建国、范长龙、孟建柱、郭金龙、王汉斌、何勇、杜清林、赵红柱、王炳前、邹家华、彭佩云、周光照、曹志、李铁印、 何鲁印、何鲁力、许家禄、蒋正华、顾秀莲、热帝、盛华人、陆永祥、乌云奇目阁、华建敏、陈志力、周铁农、司马懿、铁力瓦尔地、蒋树生、三国卫、王胜俊、陈昌志、严俊奇、张平、向八平错、张宝文、唐家玄、梁光烈、 戴炳国、常万全、韩祝斌、贾春旺、任建新、宋建、钱正英、胡启力、王忠宇、李贵贤、张思青、张克辉、郝建秀、徐匡迪、张淮熙、李蒙、廖辉、白丽晨、陈奎源、阿布莱提、阿布杜热西提、李兆桌、黄梦富、张美颖、张荣明、 钱运璐、孙家政、李金华、郑曼通、邓浦方、丽吾未、陈宗兴、王志珍、韩启德、林文一、罗富和、李海峰、陈元、周小川、王家瑞、齐旭春、马培华、刘晓峰、王清敏等老同志 向老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,忠心祝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、健康长寿。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,高度评价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,团结带领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。 对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、全党的核心,表示忠心拥护。 老同志们希望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。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,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大旗帜,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。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,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,坚定信心,同心同德,锐意进取,开拓创新,奋力夺取,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。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不懈奋斗。